- 中秋前戲 - 中秋前戲 - 中秋前戲 - 最新的古風魔法時裝 - 奉鳴九霄與國際服登場 - 大家就跟著兔路 - 一起來開箱這次的全新時裝 - 以及入手數據囉 - Let's go - 中秋前戲 - 重點設計是由珠圈作為時裝元素 - 而男女角色在動作及音樂呈現出明顯緩差 - 這次兔兔很喜歡女角展現的意境 - 舞蹈搭配典雅的音樂 - 有一種享受且深入其境的感覺 - 魔法時裝的陸手條件是有關的 - 通常是幸運值達到保底400才會入手 - 而這次意外的居然沒有保底 - 整體抽下來的感覺 - 並沒有之前創世之神來的難抽 - 而且聽說這套時裝 - 在QQ飛車的輪跡也是非常高呢 - 可是喜歡的感覺本來就是很主觀的 - 所以要不要入手 - 大家就自行考慮看看囉 - 這次兔兔抽的數據在這裡 - 女生花費621顆水晶球 - 男生则花費244顆水晶球 - 就給各位當個參考囉 - 在個人空間裡 - 龍屋站在剛剛登場的露台上 - 後面的湖畔及櫻花樹 - 完美搭配這套古裝所呈現的意境 - 欣賞一段時間還會發現 - 背景會自動切換夜晚模式 - 整體表現與以往不同 - 新鮮感又提升了不少呢 -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魔法時裝 - 鳳鳴九霄的開箱 - 最後霧山風雲 - 你們都跑幾秒了呢 - 想不到國際服 - 反正是連續假期 - 無預警推出一張新地圖 - 讓大家在烤肉的時候 - 無費無聊還能練圖呢 -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- 祝大家中秋快樂 - 月圓人各圓 - 月餅不要吃帶頭啊 -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- 掰掰 - 右船 - 準備了 by bwd6 by bwd6